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理所当然也把它背得一丝不苟 但河山变色 新的事实改变了旧的地理 曾几何时 九省变成了三省 福元一样的广大 只是行政已经缩水 而今东北有三省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各自拥有广大的地方 而长春 便是这吉林省的省国人 面积是台湾的一半大 人口则是台北的三倍多 吉林在春秋战果之前 一直都是游牧民族散居的地带 于顺时 他被称之为忽慎 后来被称之为肃慎 汉朝之后称温勿吉 唐朝称渤海坠 渐渐纳入中原的行政系统 到了宋朝 才兴起了比较有规模的民族 却叫中原经常为他胆战心惊 叫做契丹 女真 至于长春 旧名叫宽承子 据说清朝初年 这一代原有三个土寨 后来因为人口增多 三个土寨便合而为一 成为一个土城 因此才改名为叫宽承子 嘉庆年间 朝廷在这里设了一个长春典 才奠定了他的大名 到如今 整整一百九十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长春变成吉林省的省会 到如今也不过是三十六年的光景 换句话说 生米煮成熟饭 也是山河变色以后的事 但这一顿饭早在日本 起来东北的时代 就已经开始小火慢转了 民国二十年 九一八事变在东北爆发 日本人在沈阳停留没多久 便北上占据了长春 一言就相中了长春的好风水 丝毫不待晚 第二年便把长春升格为满洲国的首都 改名为新井 并且情商溥仪 刻唱皇帝 日本人虽然心怀不轨 在长春倒也做了不少事 首先拆除了长春的老城墙 使得旧城和新城连为一切 进而在长春设厂开工 打开了工商业的规模 还好后来中国人 凭着八年越冷越开花的吃苦干劲 打退了日本人 接受了日本的投降术 但是也一定接受了日本人 在长春打下来的汉马功劳 抗战胜利后的长春 抗战胜利后的长春 继续地发扬光大 到了民国四十三年 终于以汽车机械界的重工业成就 超越了以化工业起家的吉林市 飞胜之头取而代之 成为吉林的神会 不过长春毕竟也是一个懂得已得抱怨的城市 有了成就以后 当时就和日本的仙台市 敌接为姐妹市 而仙台市也就是当年 鲁迅先生东渡留学的樱花城市 前沿住户人陈良 长春在城市的发育过程中 多少赚到了日本人一点好处 但在地理上 却的确也有几分励志天生 点缀在城市浓重的工业色彩之中 静月潭在长春的东南郊群 虽然称不上楚楚动人 至少让长春在完成工业指标之后 还不至于 只是一片灰白 当然 绿色对大多数的城市而言 永远只是一个奢求 当1953年 长春在原来日本关东郡的细菌工厂上 建立了一座汽车厂 而在后来博取中国底特律的赞美时 便注定他将永远地抛弃大片的田囚绿野 和大片古老的情绪 然而长春人并没有忘记 人性除了方便和利益之外的需求 他们在黑色的烟囱之间 片枝绿色的植物 他们于是也得到了花草树木的报酬 而长春被形容为森林城市 北国春城 则是长春人自己的福气 长春显然很能善用日本侵略遗产 当年的满洲国国务院 盖成了医科大学 当年的满洲皇宫同德殿 改成了吉林省历史博物馆 而当年的满洲国影画 诸事会社则变成了现代的长春电影制片厂 他不但位居元老 成为大陆第一座电影制片厂 而且他还和西安电影制片厂 北京电影制片厂顶足而散 分享三大制片厂的头衔 据说三十多年来已经拍了七百多部电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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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们台湾到中国大陆来 是第一步通过海峡两岸的 那么整个系来讲 是代表了我们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 长影是悠久的历史 人才积极 这两轮拍戏的感觉 即使随便找一下的演员 我觉得都是地流的 我觉得大陆很多人才 我总想开了眼界 历史正如一部电影 一幕接一幕 一幕送走一幕 有人演戏有人看戏 而有人逮到了机会登上了舞台 终其一生却只能算是游戏 在长春人们永远会记得 58年以前 日本人在这里搭起了满洲国的舞台 李平溥仪先生在这里 演了将近14年的末代大戏 他忍辱负重地符合导演的要求 他委屈求全 只可惜仍然找不回 当年在紫禁城失去的贺材 普一那个留恋宫里的男人 他曾经努力地想演好皇帝的角色 然而那一年历史的舞台 早已经失去了万岁爷的票 也许有人觉得他戏演得太差 其实他只是跟错了导演 他忍辱负重地符合导演 他都被人探索了 他不在家里的秦云 他看了什么 他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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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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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满清晨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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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在十八世纪 现在在我们安东的上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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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到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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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